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角 那个地方应该要决定方向 所以上礼拜我特别感到大概 因为这个地方整理一个月了 有没有 整理一个月 那这一个月当中 其实我每天也是跟你讲说 它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区间震荡 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事实整理了一个月 我也讲了一个月 有没有 那之前这个地方3月19号落底 开始一路往上强谈嘛 一路谈谈谈谈 谈的这个跟第五段 我说因为他谈的这种结构 其实接下来他虽然说反弹 他占高一个段落 那接下来他马上下来不容易 他就是出现一个恒台的结构 可能性是最高 那这个恒台结构完之后 其实你不要看他好像叫高涨震荡 不是喔 这个恒台它是要往上的 是要往上的 也就是说之前跟你谈谈谈 这个反弹脉动 你把它从这下跌段以后 定位一个A波反弹 站高一个段落 恒台拉恒台一个B波 那这个现在当中是往C 就一个C波向上 那你如果从底部8223开始算 你也可以说 这是一个初生段 那整理完哪一个3 对不对 好看你从哪个位阶 你这个ABC是针对前面 那个下跌段来称呼ABC 那你前面那下跌段 你不管他从最低点上来 是不是有机会是开始一个 往上推动的一个架构 那现在这个是之前都不再赘述了 那你看好那边整理整理 我每天也跟你讲说整理整理 为什么到上礼拜 我会跟你谈到说 结构出现变化了 我们有一份证据会跟你讲一份话 那分析都是一连惯性的 那一个月也不讲说他要变盘了 到上礼拜我就跟他 他那个有个铁三角 这礼拜大概就表态 事实啊 那这个这样算表态没有 应该是算了嘛 对不对 一路往上慢慢在推动的一个架构 应该很明朗 已经大概就出现了 已经出现了 细微卖动 头发你看 像这个5月14号 我说这个大盘破线 然后怎么样 期货也同步破线 那破线我们就定调他是怎样 这个反弹占告一个段落而已 不是马上要下 我一直跟你强调他 他有没有一个趋劲这样 那个一整理整理了一个月 一个月就这一段了 一直整理 来来回来来回来 有没有 完了之后 往上推 我往上推 那这个架构 你看 当然这个整理过程 我们不在赘述 来高低做高低做 那个其实 我说那个整理的过程 你一段一段的操作 一段一段的这样分开操作 也是会有不错的一个绩效 有没有 那过去就不在赘述 那最近的 那这一整理整理到 到这一天5月29 就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 我说这个结构出现一个铁三角 这个结构其实他要表态 他要表态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651 他这个是破701 你这破的话 这是5月29号 你不要 你这个5月29号在这里 5月29号在这里 5月25号在这里 你不要以为破了 这个是要我们做多的 有没有 这个地方我们在做多 因为有时候这五段它是送分题 你三段不一定 五段就送分题 因为它是区间震荡 所以你这五段的以后 你要先往上买 那买它是一个推动的形态 它是一个推动形态 那你推动形态的话 一拉回这个地方大概0.618 这地方就一定要表态了 就要表态了 有没有 我说他如果往上推的话 那有机会就开始 它是一个出生段推生了 然后拉回来 然后往上推 你另外一组了 那事实现在是 当然恭喜大家 就往上走 往上走其实就比较好做了 因为个股大家喜欢做多 就没有问题 对不对 没有问题 其实往下走也还好 因为我说他就是 还是回到区间震荡而已 还是回到区间震荡而已 不是说要蹦蹦点 没有 那当然 索性它现在是有往上在推动了 好 这关键就是5月29号 我就圈了这三个价位 好 那因为它是一个推动的形态 拉回来0.618的位置 好 那就这里 推到拉拉拉拉开 这个地方好像类似我推了 就一路推上来了 有没有 那这一组 那推到6月3号 这个结构就大概就已经很明显 我说没有那么多假突破了 没有那么多假突破 尤其是大盘的部分 你说个股还比较多 假突破或假跌破 或者真穿头什么假的 那个就一大堆 个股的部分比较多 大型股也比较少 那大盘其实是更比较不容易 没有那么多什么假突破假跌破的一大堆 我说没有了 好 那这6月3号 6月4号 它就定调 那是一个推升 这昨天好 那它是一个推升形态 那我说不管推升形态 你要从651开始推升的话 那这是1 2 然后这个3正在推 这一组正在推 对 或者是说你这个地方还在整理 那这个整理就变成说ABCX ABC就三段的整理 从806开始推也没关系 反正都不会改变怎么样 它从806上来 它是一组推动的怎么样 它是正在运行当中 这是重点 它正在运行当中 表示那一组还在推 不管它是第三小坡 就是说从政院争断到1 2 然后是第三小坡 或者说从这边正式开始推 都一样 它都不会改变 它是一个推升的形态 它是一个推升形态 好 这昨天 有没有那这15分钟线也一样 它是一个推升形态 那其实推升形态 我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你要趁拉回做多 会比较轻松 会比较顺势 你硬要去找空点 其实比较辛苦 比较辛苦 它有时候会下一些 可是它马上又上去 那你逢拉回做多没有问题 可是上来 譬如说你可以获利了结 那再等买点 应该会这样会比较顺势 等着往上趋势做多 趋势做多 好 这推升形态 所以我们像昨天 你看他昨天是不是有拉回 拉回感觉每次那个 对 这种往上再推动 每次一拉回都会速度很快很激 你以为又要下去 其实不是 你要去挡它 要买 你看昨天9点58分 我们是去买它 市价买多一笔 那个是买在 这个地方 刚好再冲 往下冲 这是撒下来的 11320 330那边以下冲下来 大概这附近 3 因为那时候速度 这个很快 以下330 323的 320 我们325左右买多 这地方买多 对不对 你这个地方买 他就 撒下来你这地方买多 买多对不对 买多对 他说这个又送到1473了 有没有 那你这个 那个拉回来 如果说又追空下去 那个没有处理的话 又是150点以上 又是150点以上 对不对 所以应验昨天我们跟你谈了 你这个趋势 大概它是一个推动形态 那推动形态 你看我那个细微波的脉动 我有没有去把它标出来 其实还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正在运行当中 你太早去把它标出来 会怎么样 那个太 太 太不切实 总的讲 那个不太够 不太好了 就是说你整个去把它这样 马上立刻标出来 精准度 因为它正在运行当中 太牵强 差不多太牵强 好 那今天的结构 来 一样这个推动 他现在来到11473 来到11473 一样这个推升还是没有变 那之前跟你讲的五段是在这边 这边也整理很久 这个不管 这个之前不要再谈了 现在重点在这个地方 我说你不管它从651上来推动 还是从8063来推动 这一组你推动如果12 然后这个就3 现在正在运行当中 那这个运行当中它到哪个角度 我说它不是说长高了 就一定会拉回来 而是要有一个什么完整形态 你要完整形态 什么叫完整形态 譬如 譬如让它往 来 这假设它 我说从这个推 或从这个推都一样 这是15分钟线 这个是小时线 这里 我这边看 你从这个推都不会改变 它是一个推动形态 你这边推它完整形态 推了五小段 比较明显推了五小段 它拉回 这叫完整形态 你要一个完整形态 一个完整形态 它会拉回 那你看这个 其实这个如果是一个1 拉回2 这个地方大概0.618位置 其实是很漂亮 是很漂亮 那可是搭配前面那个整形态 你很多人喜欢看 ABC X ABC 七段到从这里开始 都不管 这个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推升上来 那现在你看 它现在我说它很有机会 就沿着一个轨道 这种推动 就我们经验谈 一个盘感 沿着一个轨道往上一路这样 慢慢的拧上去的可能性是最高 这昨天跟你谈不是今天 那今天真是马后炮了 是昨天跟你谈的 我说它这个结构大概你看 它这颜色轨道 有时候慢慢再往上推 那这种架构 比较明显它是一个推升形态 那推升形态的话 你空手怎么样 应该还是不要贸然去做空 空手好 做多上去获利了结空手 你要等 等点买 你要等什么点位 那是重点的嘛 那是重点的嘛 你这种架构 好你可以去看哪一组 哪一组哪一组 那完了以后你 它会不会拉回 会拉回 会拉回可是会不会拉回很多 不容易 你要有这样的认知啊 就拉回到差不多 你觉得它有一些价区 有一些价区你要懂得去 那个价区你就要特别注意 拉回到那个价区 它停了你就要买进 停了你就要买进 好比说昨天我们买那个11325 11325嘛 就认定了 它那个280那区不会来啦 280那区 顶多去测那个10300 那你差20几点就先买 它有到306 昨天有到11306 有没有 我是认为 300一下应该不容易看到 等于是那11280那区 那区到不了 好你要有这个认知 那一区那一区在哪一区啊 如果像你昨天呢 我们在那一区 时间不太够 那一区在这一区啦 这一区它推出去拉回来 这一区 那我看到有一个小的那个 小的推动很 那种竹顶竹顶那一种啊 往上推那种很像是一个小1 所以那个1的高点拉不下来 好所以大概贴近你就要买了 好当然这是比较细微 都是盘中的一个那个 你要去认 那交给我啦 这个我也讲不完 好这个部分也讲不完 因为你要搭配中线 要搭配长线 要搭配很极短线 然后极细微波的部分 这个节目讲不完 好这个部分你就要交给我 这个选点的 选点的部分呢 我们那个每次点位 选的很精准的 选的很精准的啦 好这是齐全的部分 这齐全的部分 都有允许认同理念的 欢迎跟上我们脚步来 他现在我们目前还是主张 他还是一个推真往上 没有问题 架构很清楚很清晰 不要不限写 你就盘式怎么走 我们就跟着怎么做就好 顺势而为 通过顺势而为 你会比较轻松 顺势而为 你要比较轻松 好这齐全的部分 有允认同理念的 欢迎你跟上我们脚步来 那画面那个右下角的QR Code 也欢迎你手机把它扫描 按扫描 然后按加入就可以了 那是我们免费的这个Light Air群组 那欢迎你的加入啦 那我们每天都会写一篇 盘后解析附图解说 相信你看了一段时间以后 最近这个月我是不是每天在写 它就一个区间震荡区间震荡 有没有改过 没有改过 它确实就是一个区间震荡区间震荡 一段一段的做 一段的操作 这一段做完换这一段 这一段做完换这一段 那到了上礼拜五 5月29号 特别你看那个我写的那个稿 有没有也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即将要表态了 这个都是很多人可以 好多人可以做见证的 因为每天看的人很多嘛 对不对 不是我嘴巴在那边乱讲一通的 那那个结构你就要理清 通过那些结构也要理清 那这个有部分有兴趣认同理念的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欢迎你加入 那那个免费的Light Air取出 也欢迎你加入 好我们看到个股的部分 来 昨天特别跟你谈到一档 比较大堂的股票 3481的群创 我说这种股票大概不会有人跟你讲 当然今天又大涨喔 今天我今天这样整 今天也大涨涨到7.72喔 其实这种股票 老师那是低价 可是它量真的很大 你爱买多少有多少 有价有 价是很低啊 可是有量 绝对够你做 绝对够你做 那这种结构啦 它今天又在创高 这其实很明显 它是一个 你说一个 这个落底丸一个A波 我这个给你谈 来来看这一张 我讲的这是最后一段喔 最后一段下来 它123速很明显 然后这个A波它走五段 这个B波它是一个横台 就是不容易下来彻底 但很 就会往上走一个西波 3481的群创 当然现在有在谈 好像六月七月要酝酿涨价 当然这是消息题材面 当然这个也会溢注1PS 但是它净值还有23块多 还有23块嘛 对不对 那现在股价还7块 当然我们超过股票不能看净值 只是说欸 有没有机会它是一个目标区 同样做这种股票你要 有点野心 要有点野心 否则我不会带会人去做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怎么可能带会人去做 事实上我们带会人去做它啦 做它会不会比较差 你买其他股票跟买它 你会觉得你买其他股票会赚得比较多 8.42% 今天大涨了8.42% 同样你买其他股票 有没有群创赚得多 有没有 就今天我们讲今天 对不对 因为就是昨天买 我们是昨天买的啦 昨天你要趁拉回买它 买它以后马上就拉上去 今天就涨了8%多 那我说做这股票 其实你要有点野心 要有点野心啦 这个是它的长期周线图 同样这个股 这长期当然这个没什么意义啦 可是你看它很明显 它是一个五段的一个推动下来 结束在这里 往上弹回来 又一个推动五段下来 又黏在这边 然后就黏住一个横台 然后最后才杀了最后一段 所以其实这个很有机会 它是最后一段 那完了之后 当然是很长线 那不管 那这个有没有帮助 对你股票有没有操作的帮助 没什么帮助 我们讲坦白没什么帮助 可是你要心里有一个 大概 如果它有机会真的走一个比较 因为这个也说实在 也好几十年没有动了 好啦 也要一步踩 会不会有机会轮到它 会不会有机会轮到它 那如果有机会轮到它 你要掌握住 要有一点野心 因为这个长线的话 刚刚跟你讲 它是几乎在最低档的嘛 那我们就看这个周线就好了 这个周线 你这种结构 你这种结构 你稍微轻轻来这一区 你会有没有感觉 不会有感觉的 不会有感觉 可是那一区就已经转翻了 那一区就已经转翻了 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是很有机会 我认为是很有机会 我跟你看了那个图 这个日线图 这是最后一段这个 这个落底的讯号而已 然后开始往上推的话 很有可能是开始 刚开始提涨 当然这种股票你要有 有点耐心 特别人要有耐心 那有点耐心的话 你看这个日线 那事实上 你这种股票怎么样 才会有耐心 我们讲坦白话 你一定要像我们昨天一进去 今天马上拉8% 马上赚8%怎么样 就抱得住啦 特别人这股票这样 你就抱得住 就赚得到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那个切入点很重要 你不要切了以后 哇在那边震荡震荡 没没转又小赚 又变小赔 又变小赔 又变没转又变小赔 那么心头抓不定 就不容易赚到钱 懂意思吗 而且他有时候一年住 年了几天 你可能就没耐心 没耐心 昨天进了今天马上拉8% 这样的话你就觉得 那个单子抱得住了 这个一来这个差很多 特别人那个是 那个单子你进去以后 那个心态的问题 这差很多 特别人差很多 好 这是3481的群创 3481 今天也是大涨 特别人这个股票要抓到 它大涨 说实在也不容易 也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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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不会有一波才是重点 不是掌声一天两天 有没有机会有一波才是重点 那个野心在哪里 你操作股票的重点 那目的在哪里 要把它厘清 要把它厘清 否则不要做 否则不要做 好 这是3481的群创 3481的群创 来我们现在新股票 3260的围缸 当然这地位模组 有时候报价起起落落 事实上他第一季一片是很高 营运动能也很好 那如果照第一季的那种毛利的话 第二季肯定更高了 两块多了 怎么股价这边五十几块五字头呢 当然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就线沦陷 那是不是在那边筹码 在那边沉淀震荡洗盘 不管 那个想太多不必 我们就线沦陷来看 其实他这个结构 你说这推动然后马上 因为你这个一推下来 你要注意说他弹回来再推一下 这种结构长这样就 就不太会再往下推了 你先第一个认识先出来 这个结构他 你这个地方推下来 你二他弹回来 这从这里开始下有可能 他弹回来 然后粘住这样的横台的话 其实就不容易再往下 那不容易往下 横台完其实是往上的 他是往上的 32600的位杠 他是往上的 那你往上其实至少都等幅测距 或是说一个1 然后一个开始一个3 那就不得了 所以你这个 如果他往上开始推一个1 2 然后3的话 那等于是买在主身段的一个起长点 主身段的起长点 32600的位杠 数字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数字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股票的话 你在这个地方布局等于是怎么样 不要讲说零风险 其实风险真的很低 可是获利空间 有比较大的想象空间 值得做 值得做 你知道这意思吗 这是 3260的位杠 3260的位杠 好 来到往下的话也是低档上来 但今天又在冲 那天从漲停 今天又再来到高点 124.5 8040的往下 这我不太赘述 讲很久 时间不太够了 来 821的行程也是这个地方慢慢黏 黏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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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地方黏黏黏黏 还是应该往上走 这是821的行程不太最 来 5215的柯家 5218我们买过一次 我说这五段推完 拉回来 我判断他另外一个推动 另外一个推动 有没有 所以我5218买他 买他72以下 买他72以下很快拉到100块 我马上把他逢高卖一次 有没有 全部出清 984出清 这不错 郭利多带完以后 他马上拉回来 这一天5218 5218出在这里最高 拉到这边 拉回来我说怎样 还是要占买方 还是要占买方 占买方玩怎么样 今天昨天又冲到99.5 涨了3%多 今天直接来一根涨停版 109 109 这涨停 涨停当然要恭喜 恭喜柯家5215 亮灯创高 活力续报 我们已经做那次 架差已经很漂亮了 拉回来再买一次 今天又来109 再创高 5215的柯家 有没有 我说这五段推完 应该它是一个出生段 这很明显 然后拉回来次一次让区 这个地方我们买的 我们这地方买的 不是他涨停开始买 涨停了前两天买的 涨停了前两天买 买完是不是开始拉 我说拉一段 那你说这边一段 两段三段四段五段 这里整理的时间那么短 可能性不高 很可能它是还在 主生段的结构里面 也就是说 它这边一个出生段 然后一个二 然后这个开始走三的话 三次一 三次二 然后三次三 现在正在运行当中 三次三 这结构清楚了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要怎么 你要懂得去应对进退 那当然虚报了 对 当然获利虚报了 五二五的客家 恭喜获利虚报 好 4935的茂林KY 另外我们讲完它有冲一次到150几 当然我们也贪心也没有卖 这一次没有做到价差 下来今天还是又再冲上来 最高到152拉回来 今天又来又涨了3% 3.9% 来到145.5 那那个结构之前有跟你谈到4935的茂林KY 他我说这一组最后这一段 这一段有没有 这一段它的一个小时线它是长这样 它是大中小有没有这一段 所以它来回这一区很标准 然后这一区完它马上又开始攻 有没有这一区啊 为什么 它是12345 可是它是大中小 来到这一区有没有 标报准准 好多标报准准 所以你说拉这一区 我们这一次没有做到价差 他拉回你要不要理他 他还是今天开始又上来了嘛 4935的茂林 那后面那个营运动能 你自己看跟科加KY一样 那后面的营运动能是 4月份是用爆的 4月份是用爆的 那我们当然其他说 5 6月如果照着下去那的 当然它的数字就很好看了嘛 对不对 这是4935的茂林KY 4935茂林KY 好 那我说家境这拉回不多 就马上往上冲 有没有 昨天就涨到78.4了嘛 对不对 3016加金 那星象 这个地方我那天买331 531 531的话很快就涨停 578 596 最高的604 冲到什么 615 昨天冲到615 有没有 3293的星象 好 我们都买在这还没发动 都是今天转完整 转薄整根 然后一路再转上来 有没有 531 有没有531 这是3293的星象 各股的部分 你持股就是要精选 要精简 精选精简 怎么样 中规中矩的做 时间不太够 其他股票我就不再赘述了 中规中矩的做 才会是真的一次赢家 你认同理念的 跟上脚步来 我说各股的部分 精简精选 精简精选 认同理念的 我欢迎你跟上脚步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还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普世的起跑点 君车线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奇货 奇货是最佳避选工具 运达指数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 APP 货店02 27810909 27810909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再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 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 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 酒驾连工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 各位 大家好 节目讲 上礼拜有跟你谈到 我说大概这礼拜的几张变盘 果然变盘往上 那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中 重点是这个细纹麦动 细纹麦动 它是一个推升形态 没有问题很明显很明朗 那实物操作那个细纹麦动 你要厘清 实物操作那个细纹麦动 你要厘清 那也欢迎你用手机扫描 QR Code把它按加入 加入免费的这个Light Air群组 我说只有出色伙伴 才可以帮助你看到远大的宏图 祝大家操盘顺利 好这风险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言多年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更胜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知音车线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旅行人不做起货 起货是最佳避险工具 运达主顾 02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主顾 好多人在这里 即日起升装运达主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也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主顾APP 货店02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客电路 7-0909 商量 6-090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